是 大家給我取一下 稍等一下喔 那就是在去年的 七月到九月的時候 我跟四個夥伴 總共五個人 我們花了十天的時候 橫跨美國五十天 那我們花了非常多的經費 因為大概要花 還有第五萬塊 那我想可能 在路的各位 可能做一些旅行 或是想做的事情 那我自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弄一些 比較不同的方式 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每個人都算是火災一樣 那你做的事情的話 你會想怎麼燃燒自己呢 那我的話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運動美國 然後來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我們每個人的年生當中 會面遭到許多 不同的困難的挑戰 像今天可能燃燦結束後 可能大家會想說 晚餐要吃麵還是吃飯 那或是像客系的選擇 第一個當我們選擇之後 我們會面遭到挑戰 但當我們克服之後 我們會得到一些不同的啟發 那我們這樣的問題 不論是在學生 或是上班族 都會面遭到這種狀況 那接下來我想要 30秒的時間 帶大家 馬上的走完美國這一趟 要有個小的影片 給大家分享 好 在我們的行動 我們都會用3D掃描機 按摩電機 在影片都可以看到 這真的超級少的喔 這真的太低少的喔 其實大家知道所在今年 我們緣起是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我在北京交換學生 那這個是我 那這是我的夥伴叫文飛 當時我們在長城的時候就想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去看一下 美國是怎麼樣子的 因為這是去完大陸 如果世界這麼大 為什麼是去美國 因為我們想在台灣的話 不論是政治、音樂或是飲食 會受產生的影響的地方非常深 球學環境也是在台灣很平常說 抵押性教育 在大陸的時候我看到 那邊的學生看似如此 在雜誌上看到說 美國的學生他們似乎能夠 理造知道人生的方向 他們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我想親眼去看到現實的狀況 不過當時我跟我的夥伴文飛 他念台北大的社會系 我跟他不熟 那我就說 出病之後在去年的時候 可能你有一個朋友 我們能在某一個城市見面 他說他用打工的方式去接 去當家教或是在餐廳工作 來籌去美國的文飛 不過在回台灣之後 就是去年的二月 我是見面的 我說文飛 你現在錢籌得怎麼樣呢 他說我自己握不住了 因為去美洲一趟 大家花一個十來萬投票 他只籌了大概兩萬塊 那其實那時候我也都還沒有準備 去美國的這個計畫 那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美國當中 還是有不同的計畫 所以我都要想說 因為我是器官器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計畫 他需要不同專長的人 然後找一個不同的夥伴 這個中間是我 那這是職位 他是在 當時是念台灣出大學 當時在美國的時候 他在研究室出大學的研究所 他是念導演跟台電的部分 這道冒凱他是 海科大的風鈴管理系 那因為他當時就很喜歡旅行 所以我就想說 能夠有這樣的夥伴 他很會很擅長去跟人家交流 去接觸 這是一個很熱鬆 我們要做一些訪談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那文飛就是 我帶來的一些設計 途天牌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 左邊的女生是魯璇 她是念品場大學的 大叔傳播 因為我覺得旅行中 通常說一些訪問人物的話 都是男生太陽剛的 其實一般的人會有一些距離感 那他的專長大學的訪談 那我朋友說 這樣的方式 是能夠讓一般的受訪者 能夠與我們做接觸 那我們的旅行紀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機種 第一個就是 照片或屬於其他 其中一個筆記本 叫做 Nice to meet you 這個筆記本就是 叫做很高興認識 不過這一個寫的是 一隻豬的腳 很 neat 那我在訪談的當中 會請他們寫下一些 他們的人生的故事 或是他們經常的隔年 因為我想通通這樣的方式 能夠將一些旅行的收穫 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那其實當時 第一個人當中 才寫上說 天啊 我不知道怎麼寫 他們當有一個人寫的時候 可以抬開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甚至還有一些 像有些人 他們會寫下一些 很深刻的文字 那就是我們能夠 跟對方同意 有同意的方式 因為當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我們想說 怎麼樣跟外國人做接觸 這是我們當時困擾的一個點 要說 Hi 我們是台灣 他還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讓了非常非常多次 其中一個就是3D掃耀機 就是當時我在美國的時候 有弄一個 就是叫做 我們一話叫做 很少美國 因為一般的朋友 就是弄到面部影片 那我們就當時 跟台灣的一個企業 談到說 我們想要把一個3D列印機 放到我們美國的車子的後面 那把我們手建的東西 能夠用3D列印的方式 能夠永久的放棄下來 那當時 因為我是想說 我們想要去訪談 就是教育的部分 看一下美國的大學生 他們可以怎麼尋 他們的科系的 那我就寫了很多個企劃書 這邊就是 我當計劃書 我覺得 大概寫了一概多份 就是比較說 我們想要做這個 很跨美國的計劃 我弄實體信件 還用E-mail 的方式 那想問大家就是說 因為 如果說是3D的話 你們會怎麼樣去跟 那些系列去接觸 我們 我們的方式就是 如果視頻件 跟電話 不過電話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 不是那麼好找 因為他們都會說 你們是聖人 因為我小孩 這個活動性的計劃 就是因為 我不喜歡太多的一些 很多一些 比如說 那種旅行館 他們可能要 負擔非常多的錢 但是我就是沒有錢 所以還要去做這樣的計劃 那 我昨天跟他們說 這是我們台客大的計劃 或是台大的計劃 我們希望我們欣賞 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想跟你們 那方面談個合作 這是我們剛 當時破綜的第一步 那之後 我們會 我們想說把這個 美國的成績拉高裡面 稅油保的很多的 企業 那這是到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合作的成長 大家有知道 這些問題 有些人都知道 第一個都是 手錶 第二個是 BOSS 是做 影響的部分 影響公司 BRINO 做縮式攝影機 就是日出 日弱 Defino 是一個 Def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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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在出發美國之前 我們有一個媒體的報道 就是說 有這群小朋友 剛剛想要去看美國的食品 這是我媽把他撲揮下來的 那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文件 他說 這輩子我完成了一百件事情 其中有一件就是寫說 我想要出一本書 那 有這種 就看到我們的計畫之後 他說 看到我們 就讓他想到 明星覺得自己 就是有點天真熱血 或者是 有往直前 所以他才說 能夠 讓我們這個故事 能夠以文字的方式 把我們的感動 保存下來 所以在今年的八月的時候 我們採除了 後台今年的 一個美國的故事 這是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 這是帳篷公司 這是 穿基利益機 就是我們合作的企業 如果現在就是 從西安的周金山 到公安的 過世堆 那我想今天同學 可能都是有很多 想玩一下各自的旅行 旅行的方式 封印射美國 所以我在美國的詳細的介紹 都沒有太多了 而是說 怎麼去計畫自己的旅行 去探索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訪台時 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女生叫張 欸 她是在 她住在 她住在 莫燦基 這個學校叫 New Hampshire 在New Hampshire的大學 她當時就是 這功課非常的好 她想要念 一出大學 不過她當時就說 你同學的話 不是應該念 一出大學 怪她折衷了 就是 大臣老師 是一個小學生的學校 然後她就念 一個藝術的課程 導致的明瞞點 像這樣的過程 是 我們就跟她說 我們來自台灣 我們想要 了解一下你們的女生故事 我們當時想了很久 要怎麼去跟他們的 學生或是老師 做業洽 因為她想說 透過西安的方 持續聯繫 各個系的辦公司說 你們可以找 三個學生 讓我們做 多交流 我後來用的時間點 是在暑假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學生 或是教授 他們固定在台公司 那我們當時 還準備了西裝 想說我們可以做辦 製作訪談 後來她跟她那時候 發現 怎麼美國那麼多的學生 會坐在草地上看書 所以我們直接跟她們說 我們來自台灣 這樣的交流 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因為 對她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一直可能 不會再見 六四年了 所以這樣的時候 他們才會認識 講他們人生的故事 這種事情是 她可能自己也 從來想不到 她會說出 這麼多深層 她自己內心的話 那這樣的時候 或是我覺得 在女性當中 跟人的交流 是很難得的 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當時 訪問她的一個過程片段 那這個就是 像這一個就是 當代 她坐在草地上看書 把她掃完下來 但我就說 因為這檔案其實就是 要比較酷的檔案 我們去完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檔案寄給她 她可以找到 任何的一個 範圍的東西 把它掃進出來 那就是 你去完美國 練到之後 我就想到說 其實每個人都會 看到以往或是不外 但我們都會 給我自己的方式 去能夠看 所去 做舞台的 試一試 做出一些 讓自己覺得 很快樂的事情 那另外 我們想要把 這種舞台當時的想法 能夠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有一個 新的團隊 我做了研究 其實大概 90%的大學生 他們有想過 去交換學生 但真正去的 這3% 因為我覺得 在大學生當中 能夠去出國的 機會的方式 最大的 可能還是做過一些 交換學生 並不是裡面 都有那麼多資源 去做一些 海外的學生 的部分 那這兩個差別 差一點 就是 可能是90%的想出去 可能是晒才真的出去 這中間差不多87% 已經不能再跟你們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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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能夠 教官這樣的 教官是去延續下去 學校辦 可能是因為資金 或是經驗不足 或是 他覺得我的能力是不夠 不過其實 我們小時候都經驗的分享 或是一些 有心的企業 或是基金會 他們的幫助 能夠讓學生去完成他們自己的夢想 所以接下來 有一個火柴的團隊 也是六個人 他們參加了 台大創送學生 這有台大 然後台客跟師大同學 他們希望能夠 進做一個平台 能夠讓學生交換出去 所以他們現在密切的 再做一個平台 最後一個部分 是 火柴青年2.0 因為當時我們去了美國一趟 那現在大家都會說 想知道一下 東南亞 我很難講到是什麼樣子 所以 在一年的寒假 就是1月18號 有五個人 他們一樣像我們這樣子 是我的朋友 來自台大 東武士大 政大 跟師匆同學 他們要去做類似我的任務 我們希望這樣的方式 因為 我們不一定來人 都有辦法去 一個人要來環遊事件事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能夠去感受 更多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也是 焦點的意義所在 那這個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國軍的分享 剛剛有一度我的 是看到慣性 想說 又要 又要 八十七分不能再高 因為敬家很多共鳴這樣 然後我覺得 我整體也蠻想要出國交換的 可是之前沒有 對這件事情特別有想想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出國交換 可是看到越來越多人出去之後 我就覺得 嗯 自己應該要出去看看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調查沒有去 但應該現在還是大部分人都有想 我覺得大學四年前 就說 我還是沒有出去 好 等一下才可以跟國軍多 就是交流這一塊 那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蠻適合拍大合照的 就是大家可以先照顧幾下 我們分心的大合照 我們稍微往後退一點 然後請 蓮雅先生來幫我們拍 不花一大事 很大的 1 0